沈阳叫停零首富 楼市库存高级 究竟如何化解 说是零首富 打个广告 都是卸团而已 说白账身为买房 都差点的 你说这么打广告谁过来买 谁过来看呢 比如拿11万来举例的 你先交1万加 后边那零的几千块钱 然后剩下那10万呢 我们跟你说分期五年 买房送箱谱 送温泉 开发商去库存 不遗余定 今年的四头还是真不错 不管是政府的政策 再加上我们自己的一些 改进的一些政策 再加上我们去买房送铺 都会加大我们的区库存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库存股市今天仍然没有出现 报告显示 地产企业的资金链 已经相当确认 在珠山角地区 其中一个很中小企业 正在想大家解决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主持人小宇 近一段时间 针对国内部分地区 楼市库存压力较大的问题 国家多个部门 先后出台信贷税收等 多种多项政策 同时一些地方政府也纷纷跟进 采用信贷杠杆 税费减免 优化落户 房价补贴 政府回购的多种方法 加速去库存 在多地密集去库存的政策当中 沈阳的房地产新政 尤其引发了公众的关注 那么当地库存压力有多大 都采取了哪些措施 积极去库存 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2016年3月1号 沈阳市政府发布 沈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 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 内容包括 对个人购买住房 给予奖励政策 供基金最高贷90万元 土地供应减半 降低二手住房交易税费 鼓励农民进城买房居住等 而其中 最为劲爆的一条就是 对毕业未超过五年的高校 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 在沈阳购买商品房的 基于住房供基金政策支持 供基金连续交损实现 由六个月降为三个月 首富比例实行 零首富政策 新政策一出 很快引起各方关注 而就在网络上 对零首富议论纷纷的时候 3月1号22点 沈阳市委宣传部官方微博 沈阳发布称 相关零首富 还处于嫌弃调研论阶段 暂不具备出台条件 这一零首富新政 仅存活不足八小时 即被叫停 这背后 究竟有着怎样的引擎呢 1月28号下午 沈阳金煞广场11楼 一场关于去库存的座谈会 在这里召开 召集着维沈阳市房地产业协会 该机构主管单位 维沈阳市房产局 包括碧桂园 五矿地产 五州城 等十家开发商到会 这个政策 这个政策其实是政府出台的 但实际上它也做了大大的调研 有很多企业 或多或少都参与其中 那么我们的话呢 我本人也参与了 也参与了其中的一些环节 杜鸿鹏是沈阳当地一家 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 他告诉记者 在沈阳市22条房地产政策出台之前 当地的相关部门 几次专门组织房地产企业 进行调研讨论 征求意见 可以明显感受到 政府部门去库存的压力 从土地供给方面 从刺激需求方面 从开发商降低负担方面等等 大家也是提出一些想法跟建议 其实我觉得林所富 我觉得他的初心 还是好的 就是他肯定还是想 让更多的想买房子的人 但是暂时买不起的人 或者说压力比较大的人 能够让他尽量的 能够去及早的进入到市场 来进行购房 所以说这是出发点 沈阳市政府密集讨论 区库存的方案 与中央政府区库存的决心 密不可分 2015年底 全国驻放城乡建设工作会议上 驻建部部长陈正高 对2016年的工作任务 做出部署 要把去库存作为房地产工作的重点 而杜鸿鹏参与的春节前的这次座谈会 召开后的一个月后 3月1号 沈阳市的22条房地产新政 悉数公布 其中就包括为外界诟病的零首付 因为沈阳的库存量一直很大 就是说是一直出一个 比较缓慢的去库存的一个状态 其实政府里边 其实也想是说是 通过一系列政策 也实现一些安居的梦 就是说是 让更多人去加 就是说买房 就是也是去库存 就是说是他希望他出台的政策里面 就是说 加速者有进程 这样来讲的话 就是让他那个 就是房地产更快的活跃起来 然而 从监管政策层面来看 这一新政并不合规 按照央行和引监会 2016年2月的最新政策 在不实施限购的城市 居民家庭首次购买普通住房的 商业型个人住房贷款 原则上最低首付比例为25% 各地可向下浮动5个百分点 也就是购房者首付比例 最低也要达到20% 而沈阳22条中的零首付政策 显然与此相悖 沈阳可能他们也是比较着急 也是希望能够把这个政策 逛彻下来 并且希望通过这个政策的执行 能够让这个市场有所改变 新政一日游 折射出了沈阳楼市的焦虑 那么沈阳房地产市场库存压力 究竟有多大呢 记者首先前往沈阳市浑南新区 这里曾经因为2013年的全运会 而声名雀起 在沈阳市浑南区 一家售楼处附近 一名推销楼盘的大姐 远远看到记者过来 就热情的拦下 极力推销他们的楼盘 就在记者犹豫着 要不要进去时 又围过来三四名推销人员 都挣着要拉记者过去看房 在多个楼盘售楼人员的反复推销下 记者选择了其中一位 来到了他们的售楼处 登记好联系方式 售楼处的售楼人员 开始跟记者介绍起这个楼盘 记者看到 在这家名为首创光合城的售楼处里 空空荡荡 没有什么人气 而这名售楼处工作人员 却告诉记者 自己的楼盘非常豪漫 尽管宣称自己的房子非常豪漫 可是这家售楼处的工作人员 随后就告诉记者 为了让利客户 买他们这里的房子 首付都可以分期付款 开发商可以先帮业主 垫付首付 记者表示 要考虑一下 就从这家楼盘出来了 刚出来 就又有几名楼盘推销员围了上来 争着拿记者去看房 为了争抢客户 几名楼盘推销员争吵起来 记者只好借骨匆匆离开 随后 记者又在混乱取穿了几个楼盘 售楼处都没什么人气 有的甚至已经停止销售 在一家名为 金道万里广城的首楼处 大门紧锁 人举楼空 透过破烂不堪的钢铁围栏 记者看到 里面是一片杂乱的工地 袖几斑板板的钢筋 竖在地基上 显然也已经停工很久 而在另一处名为 金道城的首楼处 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停止楼盘的开发商 已经撤资 交由另外一家开发商接手 在沈阳市浑南区的中央公园附近 记者看到 虽然是周末 天气也还不错 但中央公园广场上却空空荡荡 只有几名环卫工人 在广场边走动 没有什么人气 空旷的马路上 偶尔驶过一两辆路过的汽车 远处成片的新建楼盘拔地而起 有的已经封顶 有的还没有完工 到处是高耸的塔吊 等待天气回暖 工地开工 最后 记者驱车 穿过沈阳市主城区 一路往北 来到沈阳市的沈北新区 沈北新区 规划面积达到1098平方公里 这一数字 是整个主城区总面积的三倍 这里同样分布着成片的楼群 马路两边的广告牌上 零首付 一万首付 等促销字样 随处可见 那么 零首付购房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记者走进一家售楼处 进行询问 零首付可以 零首付是啥呢 就是你先交一万块钱 因为这个买房 不可以一分钱不花 对吧 一万块钱把房定下来以后 回头你的首付款 比如说拿十一万来举例子 你先交一万加后边的零的几千块钱 然后剩下那十万呢 我们给你做分期五年 一年呢就打两万来算 每年的话 12月31日还要进行房货 而只不过说这个单价 它会有一定的提升 有利息吗 没有利息 这五年期间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 为了增加销量 分期首付购房 再使用当地 是常见的销售策略 说是零首付 打个广告 都是穴头而已 说大家身边买房的 都是差钱的 你不这么打广告 谁过来买房 谁过来看吗 记者了解到 各个售楼处所谓的零首付 其实是一种促销手段 具体做法是 先由房地产商替消费者 垫付首付款 然后再由消费者分几次 把首付款还给开发商 记者走访多个楼盘 各种打折销售 随处可见 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显示 截止到2016年2月 沈阳商品房客收面积 4545万平方米 聚划周期为33.1个月 也就是说 沈阳要卖到这些商品房 需要33.1个月的时间 而正常聚划周期 为10到15个月 沈阳显然已经远远超过 这一景界限 一般的二线层次 我们看了现在 最新的二线层次 这个初心周期的 这个时间的话 大概在11个月左右 那它要跟三四线层次 实际上比较严重的 也就在将近三年的这种水平 它实际上就是说 也跟三四线层次差不多了 是吧 那实际上就说这样的话 就是它的这个 短期的这个初心周期 也是非常长 这个属于库存量比较大 沈阳教廷零首富 楼市库存高企 究竟如何化解 说是零首富 打个广告 都是穴头而已 说大家身上买房的 都是差钱的 你不这么打广告 谁过来买房 谁过来探 比如说拿11万来举例子 你先交1万加 后边那零的几千块钱 然后剩下那10万呢 我们给你做分期五年 买房送商铺 送温泉 开发商去库存 不遗余力 今年的四头还是真不错 不管是政府的政策 再加上我们自己的一些 改进的一些政策 再加上我们去买房送铺 都会加大我们的一个去库存 3月1号 沈阳市政府出台 房地产新政 只出台了不到一天就被叫停 尽管其中部分条款有违规之嫌 但是也不难看出 当地政府希望迅速破解 房地产库存压力的急迫心情 事实上 在政府部门积极推动下 房地产企业的努力下 沈阳的房地产市场 已经出现了回暖的趋势 早上八点 王衍军来到位于沈北新区的公司 赵丽先到售楼处去看一看 怎么样最近 最近还行 最近这两天的上课 我们看一下 现在咱里库存的一块 量还是比较大一些 最近感觉到形势怎么样 最近的形势还算不错 因为过完整个前一段时间 因为天气比较冷 然后政府 所以说政府也没有什么新的信息释放 但随着最近一段时间的那个信息释放 然后这边 加上天气暖 或者逐渐逐渐上课 也逐渐逐渐开始增多 王衍军 是沈阳当地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负责人 建筑行业出身的他 已经从事房地产行业 三十多年 每天上班之前 他都要到楼盘售楼处 找售楼经理 了解一下销售情况 去库存 是现在他每天都在考虑解决的头等大事 最近我们能保证一天卖一套 特别是我们推出了这个买房送付的一个 周六 卖一顶就是沈阳市区的人 因为沈阳市区的人能到神北地区来买房 还比较少 但现在也开了一个好套 为了促进销量 王衍军的公司分门推出了买房赠送商铺使用权的优惠政策 看到最近销售形势有所好转 王衍军的心理也踏实了一些 他告诉记者 沈阳的零首付新政虽然备手生意 但是二十二条新政 确实对当地房地产市场起到了一些推动作用 春节过后 自己的楼盘销量有所增加 因为以前一直销的不是那么好吗 这样正好政府给了很大的一个政策 在政策的治理下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 尽管多销化房子 多去化房子 现在您了解的情况怎么样 比以前好多了 了解完销售情况 王彦军又向销售经理小佐 询问起了公司引入外部销售渠道的事情 王彦军告诉记者 2002年到2012年的十年 是沈阳房地产发展的黄金十年 他至今仍然记得 2006年 他们的一个楼盘开盘式的火爆场景 就是老百姓买房子是站牌去买 老百姓低了现金去买 甚至这一套房子20万 10多万20万那时候的房子并房价不高吗 3000多4000多那种 他逼全款来买房 而且有的时候一站牌的时候 占二三百元 买不到房 这就是我经历的一个最辉煌的一个年代 而如今 沈阳房地产市场相比从前 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这样的变化 是从业多年的王彦军 所没有经历过 也没有料想到的 从了一二年以后 就在这个年代已经就过去了 住屋部的就感觉到房地产的批缘 王彦军告诉记者 2012年开始 沈阳很多开发商 开始感受到当地楼市的变化 而真正让开发商 感受到楼市寒意的是在2014年 到我们收楼收拾的时候 明显感觉到 你看我上半年的时候 每一天还能来一个四多组 二十多组来探房 至少一天都能保证五组 等到过了六月份的时候 好了 非常冷淡 一天一两组 甚至有的时候 一天一组刻骨都没有 销售不忘 带来的是房屋的大量积压 王彦军的企业也不例外 我们在手里库存 也有十个亿的东西在这儿 如果今年不多 我要能把我去库存 去掉两个亿 那就会解决我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库存怎么去 这是我们面临着我们去思考的 王彦军告诉记者 公司上下都把去库存 拉销量当作第一要务 而他本人也把销售当作首要工作来抓 甚至作为总经理的他 也要承担销售任务 为了尽快计划库存 提升销量 王彦军他们也在提升服务 和产品附加值上想办法 由于这地方现在是在交通方面 还有需要一个改进的 像我们为了方便老百姓出行 我们自己做了一个定制公交 定制公交也就是236的一个延长线 它为老百姓的出行 创造了一个非常方便的有利条件 因为它直接到正南地铁口 也就是航院地铁口 这样老百姓不管你是购物 还是出行都解决了 他们这个非常交通不便利的问题 除了定制公交 为了提升小区配套服务质量 王彦军还准备在他们所收的楼盘建一个温泉 我们已经打温泉了 已经乌炭已经完事了 我们那边温泉 准备把这个温泉引进来 如果政府的配套跟上的话 我们把温泉引进来以后 真正使得这个退休的员工 市区的员工能够到我们这来养老 真正做到一个养老的一个后患 又打温泉 又建公交线 王彦军的公司在这个楼盘上的投入 确实很下功夫 而这些都不在最初的楼盘设计规划里 王彦军觉得尽管销售成本增加了 但这些投入都是值得的 投入成本也会很大 但是你不去提高你的品质 那老百姓怎么选择你啊 你得想要选择你的理由是什么 这么大的库存量 审泉的库存量太大了 那你要没有一个吸引你 吸引老百姓的一个动力 它怎么能上你这来的 实实在在的一个 它想能享受到的一个动力 它怎么会来啊 它不会来 在王彦军公司的售楼处 记者也看到了外出揽客的楼盘推销员 他们正将搜集到的客户信息进行登记 登记完毕之后 销售经理左家华要给他们开总结会 你们都是为了工作 都是希望客户去人家家里成交 对不对 既然已经知道快要成交了 那何必再做一些多余没用的话呢 是不是 那这样子如果他要在门口 你这边都快成交了 他在门口说这种话 那到底是跟你过不去呢 还是跟售楼处过不去呢 是不是 所以说你们自己可以跟别人合作 但是合作的前提下是保证这个成交 对不对 左家华告诉记者 巨库存促销量 外部拓展客户是当地开发商 普遍采用的销售策略 一天正常我们路过的客户的话 一天大概只有两三组客户 路过售楼处才进来看房子 或者是有目的性来看房子的话 这样一天只有两三个 但是通过他们的话 可以大概达到多的时候 像双休日的话 可以达到三十组 如果在平时的话也有十多组 像今天我们就已经达到十七组了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除了招揽客员 一二手方联动 已成为当地开发商 带动销售的普遍选择 今年三十二岁的徐德飞 是沈阳一家房地产中介的店长 从事房地产中介行业 已经有四五年的时间 今天 小徐要带一位客户去看房 三十四岁的刘女士 在沈阳工作已经十年了 最近 她准备在浑南区买套房 把在老家本系的父母接过来住 之前一直到小徐这来看房 可是看了大半年 一直没有定下来 这是卧室 独立的卧室 这是纯正的仪式一顶 而且呢 华华的房子都有票床上送 由于是给老人选房子 刘女士看得十分认真仔细 可连续看了两套二手房 刘女士都不太满意 不是价格不合适 就是户型不喜欢 小徐建议刘女士 可以到他们公司代理的新房 去看一看 这个房呢 是九十平 粮食 对吧 而且呢 还是 这间房呢 稍微有点啊 但是现在我 标志领 你看这新房 最起码 六七十平 就有粮食 而且 南北通透 老人住吧 要是安静一点 其实 差两半地 也不注意 是啊 所以说 我给你看看去 对吧 嗯 行 你看看这个看好的话 我给你靠新来 徐德飞所在的中介公司 从2014年的时候 就开始代理新房业务 浑南区的新房楼盘 他们公司基本都有代理 小徐告诉记者 一二手房联动 是当前沈阳开发商 消化库存 提升销量的重要手段 来到新房售楼处 小徐开始和售楼处的工作人员 一起向刘女士介绍房源情况 参观样板间 你看他们是这么大的这种大柜子 而且这餐厅还这么大 如果说把这个柜子去掉的情况下 也会更大 对吧 这 他这个近身的话 主有 六百 差不多 这个 六百 他说这个桌子 不是 我说这个桌子 下面这个桌子 对 对 对啊 所以说你 特别厂了 这块 这客厅 基本上你放个多大点 死了个人吃饭的话 绝对一点不挤 是 又看了两家新楼盘 刘女士终于选中了满意的房源 相比之前看的二手房 刘女士更重于后面看的这套新房 在销售经理给她算完首付 和按揭款项之后 刘女士决定 抽空带父母过来看看 就是无论是从格局啊 还有那个户型 各方面 我都非常喜欢 然后地理位置呢 我觉得也行 其他的 说实话 室内的房子有点太贵了 这个可能是 在负担上 还是有一点压力了 然后这个房子呢 无论是从价钱什么的 我是挺中意的 如果刘女士决定购买这套房源 这将是徐德飞 这个月成交的第三套新房 而自2014年下半年开始 代理新房以来 徐德飞的销售业绩中 有一半以上都是新房 成交的话 每个月 二手房的话 会成交两三套 新房的话 也有的时候 两套到四套也不等 有的时候 高的时候 有可能 买五套也有 就基本上 反正就是说 每个月的话 那有三四套吧 新房可能比二手房还要多 对对对 完全有这种可能 延东是沈阳市浑南区 一家楼盘的负责人 刘女士看中的那套房源 就在她负责的那个楼盘 延东告诉记者 2014年以来 沈阳市房地产市场断崖式跳水 楼盘销售也受到影响 和很多开发商一样 想方设法聚库存促销量 也是他们公司 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 举个例子是一二手联动 我们这个效果是非常之好 让全沈阳的中介 给我们这个项目 源源不断的代课 我们的客户来讲 充分地感受到了 就是每一个项目的优劣势 因为他们主要是 这个区域联动代 联动代看 联动代看 增加了我们客户的 一个渠道的一个优势 就客户量的 解决了客户量的问题 延东告诉记者 接触二手中介的带动 公司楼盘客源到访量 提升50%以上 月长交量 增加到30%以上 原来我可能正常的销售期 一个月 我可能能卖80套 但是我增加了这样的一个 拓客的方法 和一二手联动的方式 我们可能每个月的月销 套数来讲 可能达到了120套 130套左右 所以说 对于我们的成交量上 我们觉得 更快速地回笼我们的资金 加大销售 回笼资金 这是对我们来讲 企业来讲是最至关重要的 就在包括沈阳市政府和开发商 想尽办法去库存的同时 近年以来 国内多部门 关于楼市去库存的新政 也陆续密集出台 2月2号 央行和引监会公布 关于调整个人住房贷款政策 有关问题的通知 要求 在不实施限购的城市 居民家庭购买首套 普通住房的商业型个人住房贷款 在最低首付25%的基础上 可在下幅5个百分点 对拥有一套住房 且房贷位结清的家庭 为改善居住条件 再次申请商业型房贷 购买普通住房 最低首付比例 调整为不低于30% 2月19号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和住房城乡建设部 出台房地产交易汽水 和营业水优惠政策 对房地产交易环节 进行成本减免 进一步化解各地楼市库存压力 以促进不同类型住房销售 3月15号上午 在12届全国人大 四次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 住建部部长陈正高介绍 中国城市房地产市场的 库存压力很大 库存严重 去年的时候呢 到年底 库存达到了7.18亿平方米 同比呢 增长了15.6% 今年一到二月份 库存又增长了 达到了7.39亿平方米 增数呢 也提升了 达到了15.7% 当然 库存主要集中在 三线四线城市 对于去化库存的多种路径 开发商和地方政府 都在努力探索 数据显示 沈阳市2016年2月 成交商品住宅 5202套 较去年同期增长 12.68% 虽然当前楼市依然严峻 但对未来走势 王彦均还是很有信心 善于啃硬骨头的他 凭借在沈阳市房地产市场 摸爬滚打30多年的经验 正在重拾楼市 回暖的希望和信心 去年这应该是最难最难最难一点 今年的四头还是真不错 不管是政府的政策 再加上我们自己的一些 改进的一些政策 再加上我们去买房送铺 都会加大我们的一个去库水 所以今年开头开的还不错 最近尤其最近几天 还能保证一天一套房子 和两天一套房子 这就是一个好的开端 因为我们的政策 也在不断地加大 作为整个的配套 也在不断地完善 统计局数据显示 截至2015年末 我国的商品房 代售面积达到7亿平方米 达到历史峰值 其中以三四线城市 去库存压力最大 这些城市面临的 大多是共性的难题 人口持续外流 当地缺乏应有的配套产业 和社会配套设施 最终导致了房地产需求不足 冰冻三尺飞一日之寒 政府出台的房地产拉动政策 并不能解决房地产市场的 所有问题 只有加快调整产业结构 引入新兴产业 带给城市更多的就业机会 才能最终产生大规模的 购房置业需求 有效的化解 库存压力 好了观众朋友 今天的经济半小时节目 就是这些内容 感谢各位的收看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 央视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